131分,149分,如今三大内线作证的新猫儿梁,其呼,在三季之初是欲神杀神,欲佛杀货,小球时代,是金州勇士的天下,一场比赛,一支球盾轰着130到150分很正常,但是,开三四天,有哪些球盾? 怎么会做到这个了呢?森林郎一次,灰熊一次,魏独提呼是两次,休斯顿火箭没有做到,金州勇士也没做到,整个东部15支球队更没做到,两支球队赛季守战,火箭响尽了一片看好之声,而提呼则被普遍砍摔,但结果却是提呼收获19分大胜,今天队阵若屡萨克拉门托国王,提呼再次用结果让众人震惊, 狂轰149分,往往这个比分我们只在全明星赛中看到过,但是本赛季常规赛进行到第四天,我们就有幸见到,提呼没有伊朗多和考心思的离队而化身于哪儿。 相反,米罗蒂奇的快速成长和洛杉矶湖人气价兰德尔的加盲,提呼反而是优势更加明显了。 本场比赛,米罗蒂奇31分钟21投14中,占下36分9反2助攻,戴维斯26分钟12投8中,攻下25分10反6助攻,替主登场的兰德尔出战24分钟12投6中,收获13分4反两双,三人合力74分33反8助攻,提呼用三大内线第一战打爆救斯多火箭。 今天再次用这一战术,让萨克拉曼托国王乌克奈何,真不敢想象联盟还有哪支球队,遇到提呼对这三人有绝对胜算,而提呼这一绝对杀杀能够最终成型。 那得得益于一个人的加盲,来自洛杉矶湖人的兰德尔,过去的两场比赛,兰德尔和其贡献38分22反,接下,湖人为了得到詹姆斯, 已经为了满足詹黄的演员要求,只能忍痛放弃所有高薪的兰德尔,管理层辞去,彻底上了兰德尔的心,最终他以两年1771万美元加盟提呼。 本赛季,兰德尔的薪水为864万美元,这里,逼着想谈谈个人看法,湖人队当时若想留下兰德尔,完全是有可能的。 兰德尔身高2.06米,体重113公斤,是一名出色的大前锋,玉修斯盾火箭一战,兰德尔在内线几乎是呼风唤雨,塔克,安东尼等人没有他那样的身高和体重。 只要戴维斯,密罗比奇,或者挺呼其他球员吸引了防守,兰德尔在篮下就获得机会。 与卡佩拉相比,兰德尔的自主进攻能力绝对碾压,上赛季,兰德尔在呼人买琴,常规赛812场比赛,他场均能够贡献16.1分8002.6次助攻,数据相当全面。 更重要的是,兰德尔能首发能替补,服从球队安排,这是很难得的,按照兰德尔在新秀期的成长,他完全有能力拿千万左右的合同。 只可惜,胡人选择放弃兰德尔,目前,胡人对内线正排中锋只有麦基一人,真不敢想象入麦基商了。 胡人该由谁来撑起球队内线的防守大任,因而从这点来说,胡人惊吓放弃兰德尔,可谓是最大败笔。